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首先我想和自己说 不要变成一个麻木的人 而且我想自己是一个 用自己的步伐 和这个时代一起 向前走的人 对于我来说 跳舞是一个出口 是我生活 甚至人生的一个出口 我平时的人 是比较平静 或者不会很大的情绪 起伏 我觉得某程度上 都是因为我有 有舞蹈这个途径 去宣洩一些情感 舞蹈也是一个 我可以去提问的 一个形式 未必一定要实际 找到一个答案 但是 起码我又透过舞蹈 试一下去 了解它 每当遇上想探讨的事情 马思雅Alice 会以舞蹈去思考法文 她很喜欢自编自演 创作具实验性的独舞 让身体去回应最深处 最真实的情感 网络上 封存在一条影片 叫做《语品的恐怖》 我想是一些 蜕丝底利的情感 可能 都是由生活累积而来 生活上面 总会有不同的经历 或者你望着社会的发展 都是由你对一些东西的不满 或者是有一些 不同意的想法 所以 那个蜕丝底利的情感 就是会在这些东西 慢慢累积回来 创作的时候 最影响得我多的是人性 所以我现在编舞的方向 都尽量想借一个角色 去表达我一些 我想表达的说明 为什么我会想在我的作品里面 会有一个角色的出现 去借语来说一些东西 是因为我经常都听到 有很多人都说 觉得当代舞很难明白 不知道看了些什么 所以我就想用一个 大家都比较熟悉一点的设定 去让观众开始去阅读那个舞 就是一种舞 在创作里面 很多时候我都会说一句话 在点子里面 我就会问 当你很想控制人的时候 其实你是被什么控制呢 这支舞里面 我全支舞都是背向着观众 我想建构给观众一个空间 就是我前面的究竟是什么 我想我对于 现在会看到的一些新闻 其实很多灵感会涌现 因为你会看到很多 不知道为什么 你会有很多问题 是解释不到的 而且是不公平 总之是你理解不到的一些东西 你就会很想去探讨一下它 又或者是找一个答案 我会说 我是不完美的了 不行吗 一开始 可以说是角色 但我其实是在做一个 博物馆中的雕塑 为什么会是这个设定呢 就是因为我在想 完不完美这件事 那支舞一直下来 那个雕塑 它的外层怎么脱落 然后去一个有血肉的人 怎么将自己的阴暗面 和一些缺点 会泄露出来的 然后如何隐藏 然后如何隐藏 再接受 有一个未来演出的作品 自己会演绎一个公众演讲的人物 我希望我是在演绎这件事的 就是带着一大堆的方言 去做 去向公众说话 这个也是我现在 在排练过程想的问题 就是用身体 如何去表达方言 希望可以增加到 你交配的机会 牛妈妈和牛嬷 一出生就会分开 并不是因为牛妈妈 怕牛嬷 两人是奶和 而是因为牛妈妈的初语 未必一定是那么健康 所以人就要介入了 我大部分作品 都是会找 声音设计师合作的 可能是作曲 或者是声音设计 就是了 很有趣 其实我有点觉得 他不是跳舞 他很多时候 他会用的动作 给我的感觉 不是一些 表演的那种跳舞 就是技巧 不是那个方向的东西 很容易被他带到 他想用的身体 在说些什么 在我们的合作 最有趣的地方 都是这样 有时 他会让一让我去说一些 有时就是 我去支持那段的舞蹈 或者那段的动作 当代舞的创作是最能够 可以反映到当代 因为你要同一个时代去并存 一个当代舞的艺术家 就要跟当代廉杰 我觉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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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时代所有的艺术家 很难说很离地去做 只是自己想做的事 跟社会是离不开的 是为43年 為何我想創作呢? 其實就好像可以為自己的生命留下一些腳印 很想幫自己留下屬於自己的痕跡 我很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步伐 我希望自己可以找到自己的步伐 和這個時代一起向前走 為消防一下屬於自己的步伐 這是一個和尚尚尚尚尚尚尚尬的